受到疫情的影响 曾立48年的桂冠出版社宣告要解散 那么刚就了解除了是疫情冲击到业绩之外 再加上创办人赖阿胜 他是在2019年时候因为登山意外 而过世后许无人接手 出版社因此做出了沉痛决定 在脸书呢 是以这个桂冠永别为题 宣布要解散 也让忠实读者相当不舍 成立48年的桂冠出版社 在脸书宣告解散 朋友们表示受疫情影响 加上创办人赖阿胜离世 因此决议解散 也与读者永别 而重回桂冠出版社 位于苗栗三弯乡的据点 发现大门绳索内部空荡荡 邻居更表示 出版社年前就已经搬空 桂冠出版社创办人赖阿胜 桂冠出版社创办人赖阿胜 致力于文化推动 但没想到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时 当时七十岁的赖阿胜 外出登山进行 却疑似失足坠落 陡峭悬崖身亡 出版社坦言 创办人离世后苦无人接手 才不得不忍痛 做出解散决定 在返乡这段期间 那致力许多青年返乡的 这样的推动 那还有地方制书 或是文字天调的 这个采集跟编撰 那在这一次呢 那桂冠出版社来吹西灯号 是非常可惜 成立四十八年的桂冠出版社 吹西灯号正式画下句点 也让忠实读者相当不赦 借彭光许苗栗报道